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国家电头金源集团 纳容电厂 派驻在杨长镇把电社区的第一书记 我是16年4月份住的村 按照国家要求 反正吃住都在村 和群众住在一起 人家都现在称我为地瓜书记 有些不理解还以为说 我长得像个地瓜一样 实际上是我带动我们村里面 搞这个地瓜产业 最难的扶贫还是要扶制 现在主要是好多老百姓 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懒 所以我们经常去走访的时候 给他做思想工作 解决他思想特别懒的这些思想 要想把我们马甸所有的产业 推向大山走出去 让他们荷包补起来 我是住阳长镇街上村的第一书记 朱玉军 我是2018年6月份去住村的 脱贫最困难的就是产业的选择 我们村现在种植了有600多蒙的辣椒 所以我们今年农产辣椒也有5000多斤 所以说今年我们的辣椒是获得了大丰收 所以因为这些老百姓都称我为辣椒书记 我是蜡用电厂派驻到蜀光镇河高村的祝村第一书记赵九良 从2016年3月份开始住村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我住村 这段时间老百姓叫我三包书记 道路我包修通 村民的男士呢 我包解决 还有啊 百姓的鸡蛋 我包销售 脱贫攻坚 这个工作中不只是这三包 很多是都在住 然后我所在那个河高村 虽然山高坡斗 但是生态还很好 我希望就是哪怕我以后不在这个村了 那么我也希望这儿依然有生态美 百姓富这样的情景一直都有 拼金斩金千里以赴